作为2018年亚运主办地人口超过3000万人 印尼首都雅加达是全球第二大都市圈 但现在即将启动前都 目标1300公里外的婆罗洲东加里曼丹省 新都名为怒山塔拉 这项耗资8800亿台币的迁都计划 原定2020就要动工 没想到COVID-19疫情搅局 14号总统左科威亲自核准 17号公布新都名称 预计2024展开搬迁 但迁都影响何等巨大 没事何必老实动众 作为人口超过3000万的都市圈 雅加达饱受人口爆炸的负面影响 不但是全球最塞的城市 交通堵塞 区域发展不均都还只是小事 当地长年潮愁地下水 导致北部每年以25公分的惊人速度下限 30年后95%的北雅加达将会被海水淹没 加上雅加达有40%的地区位在海平面以下 再不走恐怕会变成现代亚特兰提斯 更不用说大量人口带来的各种严重污染 雅加达是东南亚空气最差的城市 总统是被公民以环境过失罪 一状告上法院并判决有罪 资源不均 水资源缺乏